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Cindy 王欣宁 我们这次会唱一个族曲叫做 我只轻轻的爱你 然后里头有港昂姐的歌 还有我的爱你 还有邓丽君小姐的 我只在乎你 所以就是组成一个这样子的族曲 今年四年春节是可以回去跟家人团聚 还是要一直在工作中 会 我其实这个部分 过年我还蛮传统的 就是我都会希望我过年的时候 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 只是可能看时间段的安排 那今年呢我会回去 就是跟他们一起过年 就是我觉得 过年是这个 就是全家人团聚的时刻 所以我是真的是蛮注重 那这次有没有已经开始 比如说船节 甚至跟家人就开始唱 想说我们这个春节假期要怎么过 怎么过之类的 怎么安排 会就是会开始帮忙妈妈分摊 准备年菜这件事 但是因为年菜这些大菜我也不会煮 那我能够做的就是 就是想办法订年菜回家 然后看看就是哪一个晚上 就是叫妈妈其中一个晚上不要忙 就是让他其中一个晚上他好好休息 那个晚上的年菜就由我来张罗 这样 其实蛮好玩 王家的年菜 必备的一定会有水饺 对 因为我爷爷是山东青岛人 所以比较北方就吃水饺 然后那我外公外婆是客家人 所以回到外公外婆家的时候 就会吃汤圆 咸汤圆 感觉就是炭水生烟 又是汤圆 又是水饺 对 我也还蛮爱吃淀粉 喔 还会一定会吃年糕 炸年糕 都是淀粉 都是淀粉 但好好吃喔 初一 就是天黑之前要洗澡 对 就是天黑之后呢 家里的习俗 就是天黑之后都不能洗澡 然后初一就不能打扫 对不对 其实好像跟大家都差不多 然后 领红包啊 我至少还有爸爸跟妈妈的红包 就是说 我们家是如果 还没有结婚 就都还可以领红包 可是当然除了爸爸妈妈给我红包 我也会有一个大红包给他们 然后我也会包给我 就是一些小朋友们这样 但是我至少都还会有两个红包 去年2022年非常非常的充实 非常非常的忙碌 也非常的精彩 用精彩来形容一下大半年的生活 蛮精彩的我觉得 对啊 就是乘风破浪嘛 然后最后也有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对 所以真的可以用精彩来形容 但中间的过程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就是我觉得姐姐们也都真的很努力 大家都很辛苦 这样子一起拍练在一起 对 所以 嗯 非常忙 会让你觉得 哦我休息好了 那么一个阶段 中间有回台北两个月 可是那两个月也就是回家陪家人啊 跟亲朋友见面之外呢 然后也在做新专辑的筹备 因为在乘风破浪前 我们其实就在筹备新专辑 后来因为乘风破浪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稍微暂停了一下 那时间又过了一段了嘛 大半年去了 所以有一些歌曲 我们回去要再重新调整 你算是那种可能 就是可能我是口头说 我要休息一下 但你真的给我一段时间休息呢 我会觉得啊 我想工作 或我觉得好慌 算是这样子的 嗯 要看休息多久 我是三十岁之后才开始 才开始 更有空间去 让工作跟生活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平衡的状态 对 然后可是当然忙碌忙碌忙碌 该做的事情还是 这个 就是还是得 嗯 把握机会 还是得努力做 可是等做到一个阶段的话 我其实是真的 会让自己有一个休假 但是 目前接下来的计划 我不太知道 我上半年能不能够休假 对 然后希望 因为今年 其实二月份就是我出道二十周年 对 所以希望就是有 新的专辑 甚至有新的巡演 可以带给大家 嗯 然后接着在成文碌忙之初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可能 面对陌生人 不是那么容易打开 可以分享 一两段 你们之间的友谊小故事 其实也不是说 其实我不封闭 嗯 只是比较慢热 慢热 对 就是封闭的话 其实艺人应该都不太封闭 那只是有些人就 很快的是射牛 就是自来手 这样 那我就 我不是属于射牛的那一种 所以我会需要一点时间 大家慢慢相处 我会先从旁边 旁观者的角度 跟大家相处 看大家 这样慢慢融入 其实剪辑门感情真的都蛮好的 然后像前阵子做跨年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可能大家从社群里面也看得出来 我们私下就是 大家都会约在一起啊 就是蛮开心 就是艺民22年 这么精彩 这么丰富 然后也认识了一群 非常真心跟可爱的朋友 今年度目前的规划 也是在 歌手的身份 在演艺演唱在舞台上的规划 会比较多 对啊 因为我就说 因为20周年 有些歌迷也会期待 呃 我的新专辑 这样 那因为我 嗯 22年的时候 发的是 精选嘛 至于新歌的专辑是18年 所以其实也相隔了四五年 歌迷其实都蛮期待的 所以明年的重心 还是会在歌手的身份 一发专辑啊 然后做演唱会 舞台上的表演 委屈多这样 是很久没有演戏了 对 很久没演戏了 但是其实我完全不排斥演戏 只是说就是 如果刚好有 是合适的剧本 但的确这段时间的重心在 在专辑 在音乐上 可是如果有合适的剧本 我也很 很愿意 很期待参与 有给你个古装剧角色让你尝试 你觉得OK吗 因为好像这个古装剧 好像没这么尝试过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很难 那古装剧的文言文太难背了 哈哈哈 然后或者是 勾心斗角的那种 太难了 我觉得不是 古装扮相的问题 而是那 勾心斗角的那个 就是 古装目前还是一看 看 文准 哈哈哈 一定要有一些公斗啊 这样 我觉得最近看到没有公斗的 就只有那个呀 青青 对 就他没有公斗 难得没有公斗的古装 我爸妈是还蛮希望 看我演古装的啦 但是 就 短时间可能没有办法 完成他们的心愿 治愈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 看到很多 不同的爱你 看到很多 大家用 各式各样 新奇的方式在表现 爱你这首歌 是我觉得在去年 让我觉得很 治愈的一刻 新奇 我觉得真的 去年真的是 很新奇的就是 体验了真人秀 真的是 只有厕所没有镜头 然后 在 就是 24小时 基本上 都有麦克风在收音 是扎扎实实的真人秀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 蛮奇幻的一段 我 2022很值得 最值得的瞬间 肯定就是 乘风破狼 得到冠军的那一刻 就会觉得 所有的付出 所有的努力 然后 都非常值得 再说想一个生活上的 嗯 具体的小小的愿望 生活上啊 嗯 就是 我想要出国玩 哈哈哈 我想要放家出国玩 哈哈哈 就是一定要选一个 可以好好吃的地方 然后 然后 还要选一个 海边 很美的海边的地方 嗯 然后 嗯 可能也要选一个 比如说 欧洲那种 一个浪漫的地方 嗯 嗯 祝你阿里安森工作生活 有更加胜利 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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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